老板 我要3块钱的 轴 喜欢你们河南话 轴 不好意思 张嘴吃饭了 你知道吧 得注意形象 这大爷有钱 刚上级买了两只羊 拉回家喝羊汤了 这羊长得还挺个性的 今天来到了河南开封的 围川大集 来吃清蒸的牛肉煎包 现在这包子刚下锅 一个一个的跟小白胖一样 然后但是门口已经排满了人了 生意特别好 然后这边俩大姨 一直在这里一直包 这个是啥 牛肉大葱吗 牛肉大葱 哇 好秀气啊 这个小煎包 哎呀 很漂亮 这是发面的不 天呐 这阿姨的盖头好漂亮啊 金闪闪的 那边感觉都在抢了 煎到稍微等一 然后刚刚才把我认出来 大爷肯定不是铁粉 哈哈哈哈 都要赖 啊 你给你吃吧 我都咋见了 你就看到我了是吧 哎呀 天呐 不好意思 刚刚光顾大爷的摊 哈哈哈 这油条咋卖的 一块两根 八块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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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钱两根 八块一斤 哎呀 CPU赶炸了 就一块钱两根吧 啊 这是两根吗 两根 你确定啊 你确定这是两根 多吃一个 哇 天呐 这是送的 妈呀 这是 谢谢 这个是胡老大董卖了吧 嗯 多少年一碗啊 两块 两块钱一碗 搞一碗 这不是对付脑吗 对 那对付脑咋吃啊 对 拿餐点 哦 餐这个 哦 我知道了 有一个叫两餐 就是这个吧 对 那我也要两餐 对 牛肉馅的水煎包 一块钱撒 好几段 有没有吃过这么实惠的 一块钱撒 哇 十块钱撒 听闻吗 这个是相迷糊的状态啊 哎呦 我的天 一整锅金灿灿的 有点像黄金万两的感觉啊 大哥呢 全部都拿好了 袋子在这儿等着啊 拿着到袋子吧 哇 哇 老板 我要三块钱的啊 轴 喜欢你们河南话 轴 十块的能吃完吗 好几个人呢 好几个人 几个人啊 五个人 五个人 哦 五个人十块钱 那还行 正常饭料啊 我一块钱拿啊 毕竟我一个人就吃三块钱 我一块钱啊 哎呦 我的天 三块 三块 好嘞 谢谢 谢谢 好嘞 哇 盘还挺烫 我先吃啊 你们慢慢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唐牛 今天来到了河南开封的 维川大鸡 来吃一个 清真牛肉煎包 有没有吃过牛肉煎包啊 这煎包真的很秀气 我觉得我一口四个 完全没问题 但它是牛肉馅的 所以相对来说 价格不算太实惠 但是因为它是牛肉的 所以我感觉还挺便宜的 哈哈 一块钱三个 这个饼底是金黄酥脆的 今儿我是要了三块钱的啊 来 先小来一口 可以吧 毫无压力 哈哈 别这么看我 哈哈哈哈 就射口了 哈哈哈哈 看着我不好意思了 哈哈哈哈 我看好不好 啊 我看的好不好 好 吃了吗 没有 都要吃 没吃的来 做安逸你吃 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在这个街上 也遇到了巨多的铁粉 然后鞋顿门 这是铁粉家 卖的两餐胡辣汤啊 因为原来知道两餐 不知道是啥 今天知道了 它是豆腐脑 然后加上胡辣汤 所以今儿要的是煎包 加豆腐脑两餐 尝一下 特别特别浓 我觉得河南人 不管是中餐 还是早餐 都可以用一个水煎包 然后淹死在一个胡辣汤里 这种感觉贼棒的 再来一口 然后现在 在我的左前方 有巨多的大哥在围观 整不好意思了 还有一个问题 要问一下河南的兄弟们 刚才那个粉丝说 他们家的油条是一块钱两根 我想说 是这样是一根 还是这样是两根 我要了一块钱 给了这种四个 有知道的兄弟们 打的评论去告诉我 然后粉丝一直说是一块钱的 我有点不相信 我觉得一块钱是这么一根 他给我讲的 这是一块钱 把我整个CPU干炸了 然后今天再把这个油条 蘸到这个胡辣汤里 留着汤汁的大油条 有没有吃过 来一口 来一口 谁在叫我 整个大吉祥一直在这样 叫我的话 把我整不好意思了 后面还有帅哥在看我 不好意思 张嘴吃饭了 你知道吗 你注意形象 挺好吃 今天尝到了从来没喝过的两酸 然后又吃上了一块钱三个的牛肉煎包 再配上粉丝家一块钱两根的油条 吃的巨满足 三块钱的水煎包 一块钱的油条 两块钱的胡辣汤 三两一 六块钱 一个人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父亲如果有粉丝 赶紧来帮我解决一下 哈哈哈 有没有河南的粉丝出来澄清一下 有一个是花花牛牛奶的摊 是不是你们河南特色 我觉得每一个大吉都会有 所以今天实在忍不住 特别特别渴 搞了一个花花牛奶来尝一下